法国在今年年初对乌军援助了AMX-10RC轮式突击炮 当时火力军又预言 法国这次是开了个头 为北约后续援助更为强力的武器提供基础 果不其然 现在鲍2、挑战者2、勒克莱尔和M1都援助给了乌克兰 这次北约算是把家底中最强的四款坦克都派上战场 其中最令人期待的就是M1 多少年来 无数俄粉都在为海湾战争中被美制坦克吊打的苏制坦克鸣不平 最大的辩证理由就是这些T7-2都是战武渣中东人驾驶的猴版坦克 要换作是俄军驾驶本土版坦克 就算是M1来了也得五五五看 这不 俄粉们心心念念的公平对决终于来了 这次还是由乌军驾驶的M1 不仅公平还让了俄军一手 就看苏制坦克能否扳回颜面了 而鲍二的下场同样看点满满 不得不说 上次见到德制鲍式坦克对决苏制T系列坦克的大场面 还是在60年前的苏德战场 如今这两个死对头又碰面 不知又会贡献出哪些精彩画面 而这几个国家中属法国最鸡贼 美英德都给出了具体事件表 只有法国表示具体事件还带研究 虽然法国的头牌勒克莱尔最终还是会上场的 但法国这扭扭捏捏总是留一手的态度 就很符合马克龙对普京眉来眼去的心理 正如法国最早援助的AMX-10RC轮式突击炮 虽然成为了北约第一个援助坦克炮的国家 但AMX-10RC却是施打式的淘汰货 法国已经装备了更先进的新一代装甲车 那就是EBRC美洲豹装甲战车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款被誉为欧洲最强装甲侦察车的EBRC美洲豹 相比于AMX-10RC都有哪些升级 这款战车被誉为欧洲最强 可不是火力军瞎说的 这是美国国家利益网站钦锋的头衔 既然能被美国人认定为最强 那自然是有两把刷子的 该网站甚至建议美军可以从法国这款战车中 吸取许多优点 其中最值得借鉴的就是EBRC美洲豹的火炮系统 我们单从外星上看 EBRC美洲豹似乎还没有退役的AMX-10RC看起来更威猛 毕竟AMX-10RC配备的可是105毫米火炮 但口径有时却不代表绝对火力 AMX-10RC背上驮着的这门 M1CA-105毫米线糖炮 已经是上世纪70年代的老爷炮了 并且如今各国主流坦克都已摒弃了线糖炮 转而配备滑糖炮 因此别看其口径大火力却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而EBRC美洲豹则不同 别看其炮管细小 却是世界上为数不多 配备40毫米埋头弹机炮的装甲车 在北约国家中也仅有英法两国率先装备 英国的就是其最新型的阿加克斯步兵战车 两者装备了同款CTAS CT40型40毫米埋头弹火炮 而埋头弹这个弹种绝对是近年来弹药系统中最为革命性的改进 埋头弹有别于传统的炮弹 也称套筒式弹药或嵌入式弹药 顾名思义是将发射药整体覆盖且包裹住弹头 弹头是埋在药筒内部的 整体外形看起来呈圆柱状 更像是一个一拉罐的外壳 采用圆筒状装药的埋头弹 体积更小 节约了空间 与传统带壳弹的弹药相比 埋头弹最大的特点就是 相同威力占用空间最小 相同空间威力最强 这里之所以要说空间而非体积 主要是因为我们更关注的是弹药的直径和长度 而非其实际体积 因为现代APF SDS穿甲弹的穿杆 实际体积非常小 几乎就是一根针 但这根针的长度却非常长 在传统弹药中 这根针即使是半埋在发射药里 但外露部分依旧很长 如果将其整个埋进发射药 则可以在不显著增加弹底直径的情况下 缩短弹药长度 因为圆柱形的体积随着直径的增加而增长的非常快 不是线性的 这里我们做个对比 英法使用的这款40毫米埋头弹的规格是225x65 但是传统40毫米波夫斯火炮的弹药规格是365x40 其中40还只是弹头直径 弹底直径则达到50毫米以上 40毫米埋头弹与同口径常规弹药相比 体积小30% 重量也减轻30% 而炮口动能比同口径传统弹药大15% 而后座力仅为美国25毫米M232链式自动炮的三分之二 同时传统弹药外形前大后小 就会导致空间利用率很低 但是埋头弹前后大小均匀 空间利用率非常高 因此能提高鞋弹量 同时在采用了复合材料药筒后 还大大降低了使用成本 除此之外还能简化弓弹机 埋头弹火炮与常规自动炮相比 结构非常紧凑 40毫米埋头弹火炮的体积与25毫米自动炮相当 完全可以用来改装大多数现役部战车上的25至30毫米炮 而且全寿命周期成本就能降低一半左右 正是因为埋头弹药拥有如此多的优点 才会引得美国媒体看了后都催促美军进行借鉴 而实际上美军才是这种弹药的原创者 早在1954年 美军为使飞机上航空机炮的弹药小一些 空军实验室便首次提出了埋头弹这一概念 上世纪80年代 美国陆军为了提高部战车的火力 开始探索射程更远 穿甲力更强 杀伤力更大的车载火炮 霍尔尼韦公司也对埋头弹系统进行了研发 经过对多种中小口径火炮 及其弹药效能的综合分析 提出了45毫米脱壳穿甲弹的研究计划 进一步推动了埋头弹技术的发展 其在研制过程中不断遇到技术难题 虽然美国在埋头弹药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但在面临技术和预算困难的情况下 暂时搁置了对埋头弹的研制 直到21世纪初 美军仍没有服役任何一款埋头弹系统 在研发中投入的大量资金也都白白浪费 在国会的压力下 美国政府最终放弃了埋头弹系统的研制 面对美国在该领域研究的停滞 欧洲却并没有退缩 1994年 英法两国决定对埋头弹药技术开展合作研制 1998年共同成立了以英法专家为班底的CTAI公司 CTAI公司经过一系列实验 确定了埋头弹口径应处于40到45毫米之间 历经七种不同方案 最终开发出了世界上首门埋头弹火炮系统 这就是CT2040毫米火炮 从此确定了欧洲在火炮弹药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就连美国也从该公司引进了一批CT2000 装备到了自己的MR布雷德利步兵战车上 虽然美军是埋头弹概念的提出者 但最终却被英法后来居上 并且埋头弹最终也没有装备于航炮上面 而是被陆军广泛利用 而EBRC美洲豹身上的这款CTAS CT40型40毫米火炮 正是CT2000的成熟迭代版 其理论射速200发每分钟 有效射程1500米 弹药供应系统可以根据目标性质不同 选择不同弹种 配备乌芯穿甲弹时 可在1500米距离上 击穿140毫米均质钢装甲 火炮安装了双向稳定器 加上其先进的火控 具备移动开火能力 火炮复养角在-10度至45度 可以承担一定的防空作战任务 而与AMX-102C装备的M1CA 105毫米线塘炮相比 二者严格意义上而言 并不完全是替代关系 因为两者的定位有着些许差别 40毫米埋头弹火炮要取代的 是25或30毫米口径的小口径速射炮 这种速射炮可以发射穿甲弹 对敌军轻装甲和主战坦克 侧后进行打击 而105毫米线塘炮 由于技术老旧 对于各国主流装甲车上 已经装备的爆炸反应装甲而言 效果不如埋头弹药 但其另一个主要作用 是发射榴弹攻击敌军掩体一类 需要爆破的目标 不过由于美国将EBRC美洲报定位于装甲侦侦车 对于步兵火力支援的任务则分配给勒克莱尔坦克等专业工具 由此任务划分的不同导致了二者火力系统的区别 除此之外 该款炮塔还配有一顶7.62毫米遥控机枪 炮塔左前和右前方均安装了烟雾弹发射器 炮塔顶部右侧安装两具MMP反坦克导弹发射器 除了发射器内的两枚导弹外 车内还会携带另外两枚备用弹 其有效射程4000米 串联装药战斗部最大破甲厚度1000毫米 作为法军最新型的部战车 EBRC美洲报可不止埋头弹这一项绝技 防护方面配备了大量附加装甲 另外还安装了导弹警告系统 爆炸物主动干扰装置 以及Midrap Pillar 5火炮定位器等设备 可以接入Blue SICS战斗管理系统 与勒克莱尔主战坦克 虎式武装直升机 法国陆军单兵飞临智能化作战系统 联程网络 充当核心信息作战平台 强化战车与指挥官级友军的配合 EBRC美洲报采用6×6的轮式底盘 车辆的离地间隙可以调整 后桥也可转向 从而缩短转弯半径 然而其布局却独数一格 6×6的车轴并非均匀分布 而是采用前一后二的模式 驾驶员位于车体前部中央位置 实话说这样的布局 获利君实在有点看不懂 因为现如今主流的6×6轮式底盘 都是均匀分布 像EBRC美洲报这样的布局 一般是早期装甲车才会使用 因为最初的轮式装甲车 就是直接在越野车底盘 或者卡车底盘上加一个外壳 所以早期的6×6轮式装甲车的布局 一般前轮与中轮距离较大 而中轮离后轮较近 例如南非1968年设计的 万世轮式布站车 原因就是 其本身就是个卡车的底盘 但这种布局在使用 会出现一个要命的问题 为了在车尾腾出大量成员空间 发动机一般前置 然后通过一根船动轴 将动力传递给车轮 一旦在原舱里没有了成员 而车辆重心靠前的时候 仅靠两个前轮的动力 想要将车辆从泥泞的道路中开出来 十分困难 基于这个现实需要 现在主流设计的 都是车辆前中后轮距离相当 这样在现在泥泥的时候 6个车轮受重平衡 一起使劲 很容易将车辆开出来 或许是EBRC美洲豹 在舱体设计上有独家技术 从而避免了车辆重心问题 火力军在查找资料的时候 并没有找到相关信息 如果有了解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探讨一下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有关法军这款最新型的 不战车的介绍 火力军如果有遗漏的地方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指证出来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